谁啊 莫云 你没有和你婶婶 还有妹妹她们出去玩吗 昨天她们说卖了房子 出去旅游了 有钱都不给你叔叔致病 这些人真是 你把我们全家当成摇签树了吗 你很贪得无怨的你 阿明好 我室室没有拿进你的医院 我叔叔要被赶出去了 阿明 拿着去医院教肩 他怎么进来的 谢谢你救了我叔叔 我想给你打工还钱 不用 那点亲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出去 老板 他出的地方被他神神排掉了 他现在不下课柜了 阿明 给他安排一个房间 好 我还以为他不会醒过来 谁知道那个小哑巴 居然让他醒了 这老二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姑姑 那我该怎么办 你去 对 只要全家的权力 掌握在我们手里就行 你在干嘛 泡脚 会凸进这夜巡环 不用不用 出去 我说了不用 你干嘛 阿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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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去倒杯水 去倒杯水 小姐 你在干什么 哎呀萌 你这是干什么 玉哥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刚我就在这喝茶等你 然后他就冲上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 玉哥哥 这个是你心情的女佣吗 这么年轻啊 这是我的客人 客人 好好好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姑父给你选的那个女孩吧 你不是把他送走了吗 你来干什么 玉哥哥 我知道你醒过来了 就马上来看你了 那你看到了 不送 玉哥哥 我担心你 阿明 送客 白小姐 请 那玉哥哥 我改天再来看你 你大哥车祸的那个肇事司机 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司机舒适后 没几天就失踪了 失踪了 可能知道自己撞的事 全是集团的大公子 怕扛不住压力吧 但原事实确实如此吧 爸 你什么时候也爱看那些肥皂剧了 哪有那么的阴谋诡计啊 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 是白岸王在搞事情 你不用放在心上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全家也没亏待过你 只要你好好辅佐你大哥 全家的富贵少不了你的 就别生出那么多 不该有的心思了 当然了吧 我会好好辅佐大哥的 谢谢你给我说出治病 我短期内也没法还你钱 所以我想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知道你的腿痊愈 你好 莫远小姐 还记得我吗 我大哥怎么不在啊 你手怎么跑 大哥 你回来了 大哥 你的腿好点了吗 还是老样子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关心你的 对了 照你的那个肇事司机 他失踪了你知道吗 咱爸说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 大哥 你觉得他 是被人指使的吗 希望不是吧 好了 看完你 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哎呦 不管爸妈对你怎么样 我始终把你当兄弟 说什么了哥 爸妈和你 一角度对我很好啊 走 人找到了 好 那 越来越好玩了 喂 什么 我们的旅游泄露 又被人侥幸发布了 我大学学的事情去管理专业 之前也认识为旅行社设计过游览路线 我很想帮帮忙 其实 喂 阿明 老板 你快看新闻啊 对 我老公生病 在住院 全家就要找一个 无管有缺陷的女孩 不知道怎么就找到我们家云云了 云云 确实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她是我养的 全家 有我老公的病 避险我 我对不起云云 云云姐 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云云 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我去澄清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不用 我来继续 你也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这次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管你怎么搞 也不能拿全家的生育开玩笑 万一让老爷子知道了 这是哪家媒体 我要找他们老板聊一聊 好了好了 不跟你说了 你赶紧把自己藏好了 别让人发现了 老板 记者们我都安排在会议室了 人有点多 你能应付得来吗 没事 喂 爸 那个女人就是你呢 没有 你为什么还不送走 你看看现在的新闻舆论 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把集团交给你 不是让你 我知道该怎么做 走吧 好 你都没救命 你还叫我 你还叫我 我叔叔 假议你 姐你几十个好人 你也没有骗你 我姐 成后 我谈出他们深入 来来人不知大法 倒遥也是 你能快见我 你更好 希望你们不要忘记 你怎么办 谁让你这么做的 既然你这么做了 我就不敲了 如果你想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沐云 去帮我买点糖鸡的糕点 爸 公司的新路线发布会 为什么要延迟 爸 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 之前明佑做的时候 好好的 为什么你醒来一接手后 就出现意外 爸 您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你自己要反思 这是你醒来之后 接手的最重要的业务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你这个总裁 就坐不稳了 我之前坐得稳 我现在一样坐得稳 好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对了 为什么还不把那个女人送走 立立完就扔掉我做不到 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 是她在帮我们进位 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 你看她那个婶婶和堂妹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说不定什么时候 又会发生今天的事 你还是赶紧把她给弄走吧 我真的累了 你别说了好吗 你先回去吧 我的事情我自有打算 阿明 我看你现在翅膀是越来越硬了 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 你看她那个婶婶和堂妹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说不定什么时候 又会发生今天的事 你还是赶紧把她弄走吧 如果你想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莫云呢 怎么没人做早饭 老板 这是莫云小姐留下来的 陈先生 谢谢你这件事情收留我 还出钱给我叔叔致病 我以前以为我是可以照顾你的 可是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存在 会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 是我还偏真 以前你一直暗示我可以离开 可是我还是死平了脸不愿意 想想真的很可想 也谢谢你 一直没有直白地赶我走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我不能留在这里了 叔叔致病的钱 我以后会赚钱还给你 希望你的腿可以早点好点 如何 莫云 我什么时候暗示我又赶他走了 这是我的房子 虽然不大 但是你一个人应该够住了 放心 我大哥和我爸他们都不知道这里 先住下来吧 再找工作 你为什么要帮我 是你让我大哥醒过来的 我当然要替我大哥抱大娘 只是巧合 是缘分 我在马路上碰见你也是缘分 你就安心在这住宝 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吧 叔叔 您快点醒过来吧 我又找不到婶婶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醒来告诉我好不好 我正在跟你叔叔住的医院找你 看来他对你真的很伤心 老板 莫云小姐平时两天过来一次 算起来今天也会来 我们应该能碰到她 水还是温的 应该刚走没多久 老板 要追吗 她一定是在故意躲着我 就算莫云小姐故意要躲着您 她也不可能知道您突然来找她呀 会不会是巧合 也许啊 对了 莫家母女找到了吗 没有 自从那次采访事件结束之后就消失了 看来是有人故意找到他们 让他们在记者面前说出那样的话 达成目的之后又把他们藏了起来 老板 你说 这件事和车祸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希望不是吧 你迟到了 多等会儿又怎么了呢 说吧 找我来干什么 来感谢你啊 要不是你告诉我莫家母女的下落 我也干不出这些事情来 更没有机会借全叔叔的手 将那个女人赶走啊 我以为你让我告诉 是你想帮莫云找家人 吃鬼 说吧 找我来到底是干什么 那个女人失踪 全玉玺在找她 哦 失踪了 全玉玺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把她躺起来 所以 这事你还应该感谢我 哎 我知道全玉玺 要是知道你这个好对 在背后这么搞她 会做何感想吗 哦对 也有可能没什么感觉 毕竟 你只是个养子嘛 说得对 难找你的意思 我把莫名的下落 告诉她 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 以后给我小心 有人在做饭 老板 是莫云小姐回来了 莫云小姐 我 玉哥哥 白小姐 你回来了 今天我下厨 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姑姑给我的钥匙 她听说你遣散了佣人 阿明一个大男人 又照顾不好你 就让我进来了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出去 玉哥哥 我让你出去 这不知道我哪里不如你个小哑巴 你明月让她陪着你 也不想让我陪着你 再说了 她连话都不会说 紧直就是个累赘 你们全都围着她转 你是这样 全没有也是这样 我问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先走了 阿明 去查明个明显的房产 是 辛苦了 这都是你做的 快吃吧 好手艺 做菜都这么好吃 难怪我大哥一直在找你 最近找工作顺利吗 没事 要是找不到 就现在就住着 慢慢找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哥 什么什么意思 我看到云云流落街头 想到她毕竟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所以我就收留她了呗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知道我在找她吗 大哥 你跟云云闹闹闹闹闹闹闹 云云 是云云大哥好亲手给我 你不要怪她 云云大哥 大哥 这车会有什么问题吗 跟我回去 我找到你审舍的汤妹了 云云 帮我跟全家人说说 我们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是有人逼我们 谁逼你 是一个小姐姓白 她说我要照这么做了 就再给我们一笔钱 云云 谁谁是为了救你叔叔 才这么干的 姐姐 求求你了 帮我们跟全家去学情吧 我叔叔 也是你的照顾和父亲 你们拿到的钱 为什么不救你 云云 我们是有苦衷的 这钱我们为什么不能花 这些年来我们省事前 用的给你老不死的治病 别人有的衣服把我盗没啊 你们为什么还要一直吊着他呢 他要是早点死了 只要我们大家都轻松了 别跟山下一般你 他不懂事 你 我怕是你他 你怎么能用手 你不不就我叫 我们自己喝 我们再无关心 你们喝 在哪找他 在海城的已经被永远 既然如此 那就留在海城 永远不会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 只能不能以为自己 老板 那白小姐呢 白社不是一直想和全市深度合作吗 那么东南亚那个项目 就交给白社去做 只明让白眼盲去 明白了 你放心 你的沈氏和堂妹 永远不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 好了 都过去了 之前你说过 你想靠工作赚钱是吧 来我们公司上班吧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任何的优待 之前听你说过 你是学景区管理的 那么你跟其他员工一样 三个月使用期 你可以吗 坐吧 以后这就是你后妹了 听说老板直接发话 轰降过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走了什么后门 还有个更离奇的事 听说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啊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我敢这么定 听说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啊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门口这么低了 莫云是吧 这里是公司新开发的168条旅游路线 你呢 逐一的做一个评估 哪一条呢 不要低于一千个字 在明天上午 十点半以前 送到我的办公室 啊 168条 十六七万字 给我一个礼拜我都写不完呢 总监 他就是那个女的 是他吗 不然你以为呢 啊 像他那种 要学历没学历 要经验没经验的人 怎么可能通降到我们核心部呢 啊 这不是老板亲自发话了吗 哎 老板他是想报恩 这个没错 但是 他不能把这个什么都不是个哑巴 安排到我这儿来啊 总监 你小点声 别让人听见了 哎 我骗大点声 怎么了 哎 再说了 咱们这个公司 以后是不是那位大少爷的 还另说呢 他就这么接了呀 对 墨云小姐是不是也没什么经验啊 十六七万字 别说还要评估后再写 就是单纯的打字 一天一也打不完啊 既然他想独立养活自己 那我绝对不会拦着他 然后关键时刻 英雄就买 闭嘴 好 你吓到你吧 做得怎么样了 刚刚刚 这么快 老板 墨云小姐 吃点东西吧 墨云小姐 您慢慢吃 今天是要通宵了吧 他说的全部都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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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六十八 你才给我写了二十条 你你 舅舅舅 做完了 这些路线 有很多是已经被废弃或重合的 所以我将里面有商业大致的条件出来这些评论 你可以 重复的和废弃的 就可以不写了 啊 你这才来两天 就这么投机取巧 我们这个规划部 怕是容不下你的 这个工作量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 如果是合理的工作我一定能完成 合理 在权势 我说合理就合理 我说不合理 他就不合理 我怎么不知道 这权势改姓陈了 不 不是 那个 陈总监说的没错 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 的确需要重新做评论 陈总监说的没错 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 的确需要重新做评论 那么正你来做吧 墨云第一天来公司 对公司还不是很舒服 暂时完成不了你的业 你在公司待了这么久 应该没问题吧 觉得我 对了 还是按照你规定的一件一样 明天早上就 如果这么点小事都完成不了的话 我有理由怀疑 你是否能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 如果不行的话 明天你也走了 OK 什么意义 我来公司了 有时间见一面吗 时间跪得真快啊 没想到一转眼 你以前在这工作一个月了 怎么样 还适应吗 听说你刚才第一天 大哥就为你一路红颜 把字号部总监换掉 我开玩笑的 别想了 你现在还住我大哥那里 我大哥从来没有让一个女人 在他家里住不这么久 我现在每天学习按摩附件 给他按摩腿 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别动 有点东西 帮你摘一下 我发工资了 可以还你一部分了 不用 咱够了还点钱 我下午想请假 去看下叔叔 你有你的上司 找我干什么 出去 算你有良性 还没忘了我吧 我犯我爸的东西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爸是不是给过你一条古董相恋 很值钱的那个 换给我 不在你呢 不在你那在谁呢 我妈都在家找了 好久都没找到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你爸当初借高利贷还不了钱 被一家难道砍死 你最后把身在我家垃圾 特别用 有些人 没关系 这个下来 我说话 那下来 不干什么 要求她 不要 你 你 我 你的 你 小心吗 小心 玉玉 什么 回去吧 好 玉玉对不起 我只是想安慰你 看什么呢 我大哥吗 我先走了 明天来看你 喂 我冒着这么大风险帮你 你要争气啊 我这几天没去上班 要请假了 医生让我再住两天园 可是我想回去上班了 你这几天很忙吗 记得长按摩腿才能好得快一点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今天出院 怎么了 以为是我大哥啊 他这几天一直没来看你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开心了就对你好一点 不开心了就理都不理 玉玉 我每天来看你 你开心吗 那你多看看我 别看我大哥了 我不懂 他那么冷漠无情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喜欢他 你也喜欢他是吗 你不喜欢他对吗 玉玉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玉玉 玉玉 跟我在一起好吧 跟我在一起 所以 你也喜欢我大哥是吗 我就懂了 注意身体 你是我的朋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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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陽農 他什麼時候會過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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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願 我喜歡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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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啊 老闆 白小姐是兩天前跑回來的 給我給你這水 是 還有什麼 沒有了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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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白小姐是两天前跑回来的 刚刚查到的监控也显示 她下午就潜入进来了 应该是她给你下的药 给我把它找出你 是 还有什么 没有了 莫远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 小姐就错过你了 行了 行了 现在我还没法公开我们的关系 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情以后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好 对了 现在有很多人盯着你 走出眼圈 还有啊 那个秘密 让我保守住 以后你就知道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莫远 这又怎么样 不止莫远 可能过不了多久 属于痊愈性的所有东西 都会属于我的 你什么意思 开个玩笑 我怎么敢跟我哥争呢 不过你老找莫远的麻烦有什么用啊 我哥他还是不喜欢你 就算轮不到我 就轮不到那个小雅的 我很快忙完就去开庭 好 已经工作了 注意身体 等一切都结结了 我们的结婚好不好 我想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 想让你给我生一群孩子 还有你们都有什么 二少爷这两天 一直在暗中接触 懂吗 不过都是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你先休息会吧 还有三天休息都吃回 可以收我了 他几乎两三天出去一次 最后一次出去 买了蔬菜和水果 还有燕云棒 什么 我分了有点医生的 确实是燕云棒 乌鱼你个贱者 嗨 怎么不欢迎我啊 嗨 怎么不欢迎我啊 哎呦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已经对于哥哥死心了 与其做敌人 还不如做朋友呢 你说是吧 那 他专门让我给你带的汤 哎呦 放心 是于哥哥叫我来的 你想想 他不让我来 我怎么敢来呢 而且他身边啊 靠谱的女性朋友 就只有我这一个了 别想相信了吧 光顾着说话 汤都要凉了 我来给你尝啊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汤 船船 真的好喝 真的好喝 嗯 我出车祸 在床上昏迷了几个月 醒来以后 重新接管公司 发现公司变化很大 大少爷 您身体还没恢复好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啊 您昏迷的这几个月 二少爷管控公司 也得心应手 您可以放心了 好喝吗 大口点喝嘛 可营养了 大少爷管理了这么多年 他有了今天的成就 二少爷接管这几个月 那也是踩在他人的基础上 哎 话不能这么说 二少爷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这次新线禄的发布会 本来二少爷做的顺顺利利 大少爷一醒 这新线禄就被泄露出去了 你说这事闹的 没错 阿佑的确帮了我不少忙 这是应该的大哥 都是为了咱们公司吗 当然 也帮了你们不少忙 你女儿宝言的名额 是因为几下去了另一个人对吧 还有你 你在外面养的女人 要告你 也是阿佑帮你摆平 你的儿子在澳门 输钱输了一个亿 也是他帮你养的 还有你 不行我都说了 阿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比你差吗 难道就是因为 我不是全战亲生的吗 阿佑 我对你不好吗 你对我的好 不过是可怜我而已 我不想被你踩在球底下 大哥 现在等话你来仰视我吧 怎么样 残废的思维好说吗 像你这种人啊 根本不配坏他的孩子 玉哥哥 这不是和你块儿罢了 像他那种身份的人 怎么会娶你这样的小哑了呢 哎呦 可真是难受啊 可真是难受啊 玉哥哥跟我说了 不想看见你了 想让你赶紧消失 我确你好自为之 赶紧滚 大少爷 您身体还没恢复 我看你还是和家有病吧 对 对 这 我们真是什么 我都不愿意 我们真是传言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全于心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 我从来都没有看透过你 你是被仇粉蒙蔽了双眼 所以你才看不到 你的腿 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老板的腿就从来没废过 你早就醒了 你是装的 如果不是因为莫云 我会在阿明收集完所有证据以后我才行 更不会允许你做这么多恶吃 我真是没想到 你为了击毁我的声望 你不惜把公司一手打造的新路线 新路给对讲一次 还有 你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收集好了 全于心 你是不是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告诉你 阿明 带二少爷去办公室 好的 有些事情 让我们兄弟自己聊 明月 回会吧 你在这带着啊 主花 主花回来 走吧 原来老板的位子 也没有那么好坐 那你还想做梦 你会给我吗 你曾经会 大哥 你太虚伪了 一面背地的调查我 一面 又在这跟我装兄弟情深了 哎呦 我真的把你当兄弟 无论你是不是全家的血脉 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外人 全家的血脉 全家当初为什么收养我你知道吗 因为白珍珠你的继母 他生不了孩子 所以他要找一个儿子来跟你争家产 哎呦 可是无论我做了多好多努力 在全家的心中 他只有你一个儿子 所以白珍珠放弃我 我就像你们全家的一条狗 开心了就回来抱抱 不开心了就可以随意地打我骂我侮辱我 可是你呢 随意地都爱你 随意地都怕你 随意地都呵顾你 凭什么 哎呦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当初在孤儿院被接走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我以为马上就要迎来的是 我的新的幸福生活了 可是 我每天也里都在想 我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 还有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所以呢 你愿意把你的截团给我吗 把墨云也给我好吗大哥 所以你补偿我的 我不愿意 我的孩子 我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 哎呦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所以呢 你愿意把你的截团给我吗 把墨云也给我好吗大哥 所以你补偿我的 好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把全世界所有人的未来 都交给你这样的人 我愿意给你 你可真谈 再谈当我也不会想要人的命 你知道了 哎呦 但凡是你做过的坏事 必定会留下痕迹 我承认 我说了 哎呦 我会送你出国 让你在国外度过下半生 我不需要这么委婶 我也不需要你可怜我 全于心 我不会受到你的意义的 我要自首 没有你一辈子都活在内疚和愧疚之中 哎呦你这是很苦啊 就算我输 我也不会让你赢 是你救了吗 我路过你家门口发现你运走了 把你送进了医院 谢谢你 医生说 你刚刚流产 身体很虚弱 需不需要我叫你丈夫来 老板 这么急是去见墨云小姐吗 对 为什么知道你话不说得心 叶哥哥 叶哥哥 你的腿 不是让你出国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 叶哥哥 你的腿好了真是太好了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纠缠你了 放手 我就好好的当你的妹妹 叶哥哥 你看外面有好多记者 我去帮你拦着他们 好吗 叶哥哥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嗯 就帮我 先走 徐总 徐总 请问你什么读 说 怎么会娶你这样的小哑含呢 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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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了 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陈总 你的腿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请你回答一下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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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之前的事情 是你自己的造成的吗 陈总 你证明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陈总 回吧 马上到我这里来 陈总 你回答一下吧 好吧 说两句吧 对 你说两句吧 陈总 一会儿找个地方 然后放下来就行 陈总 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 外面上是一个记者 有什么把我扔下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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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 真是白仰他一场 你也是 生不出孩子就算了 领养回来一个白眼狼 差点害死我儿子 爸 别说了 你的腿根本就没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 还有 你怎么能允许你弟弟去自首 我们全家的脸 往哪放 爸 都这个时候了 您在意的还是您的脸面吗 你说什么 是 爸 阿佑是被领养回来的没错 可是你们有谁真的把他当过家人 当然我也没有 所以他才会恨全家 恨我们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 别动手 爸 我已经不是那个人用你打骂小孩了 你现在握着整个集团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爸 等你冷静下来我们才要吧 我先走了 你走了就别回来 全民有通过律师让我跟你说 他也不知道莫云去了哪里 到底该不可以相信他 他说 他虽然恨你 但是他没有理由去伤害莫云 我这个弟弟什么都想跟我找 他还说 让您去问一下 白养老 莫云失踪了 失踪了 怎么会失踪啊 你去找过他吗 没有 我怎么敢呢 玉哥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如果让我知道你去找他做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我绝对不敢 玉哥哥 我帮你一起找他吧 出去 老板 莫云小姐的东西都在 但是证件不见了 去找 好 你真的决定 就这样跟我一起回美国了 医生说了 你的失语症 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 虽然现在已经好转了 但平时还是要多说说话 才能恢复 明白吗 我知道了 江总 谢谢你帮我离开这里 到了美国 我会努力工作的 其实你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可我就弄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这么逼之不及 非要跟我一起回美国 我们这么一走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过去了 陈雨昕 我会把你忘了的 陈雨昕 陈雨昕 不可能 他不是陈雨昕 他会说话 陈雨昕 好久不见 你可以叫我呆醒 或者我的东西 陈雨昕 陈雨昕 他不是陈雨昕 他不是陈雨昕 白小姐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对陈总 一往轻声 陈雨昕 你去哪了 陈雨昕 你为什么要走 陈雨昕 请您放开 少青 我没事 陈总 我们今天来是聊 归公司收购的事情 不过我看你状态 好像不太适合 我们改日再月 陈雨昕 陈总 你们先出去 出去吧 玉哥哥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岳哥哥 陈明 查他出去 还有他在过 这些年的所有资料 陈雨昕 怎么会回来呢 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我是不会让你枪手的 喂 好的 是江总 什么事 怎么不接电话了 刚才有试基因了 我听说你回去 被杨阳要收购全室 这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 我收购全室 不过是我的障眼法 因为我们极光现在的实力 根本动不了全室 我只想借眼前这棵大树 去下下我们真正 要收割的那些小树 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 对了 见到那个人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怎么 我还不能问问吧 见到了 不过都是原来工作 那就好 那你在国内等我 等我这边忙完了 我就去帮你 知道了 好 老板 开车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啊 怎么是你啊 房卡 你把房卡给谁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出去 我不 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 不救我出去 不出去是吧 我叫人了 喂 前台吗 这里没有人闯进来了 帮我叫保 前台吗 不好意思 那个她是我老婆 我们刚刚吵了一点假 她有一点发火 然后她现在我和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全宜姐 你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送个早饭而已 我不需要 那这样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我这去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把房卡给谁了 我才能告诉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 给我了 给我了 全总 你擅闯我们莫总房间 我可以报警的 你可以报警 把房卡信给我 你说什么 云云 跟你开玩笑的 这样 先吃早饭 明天我再来给你送 老板 她刚才叫你去云云 这 你哪是什么关系 不该问的别问 老板 你父母的事太久远了 能够查到的东西不多 知道 咱们这次 估计在国内 要逗留一段时间 要不先租个房子 你决定就行 这可不简单 你不要严调 你放心吧 我肯定也会要求 这就给点球 好 最近拍戏太累了 你看我个眼圈都中了 小月姐 你拿我什么黑眼圈 还是这么漂亮 叫你嘴皮 不会搞的 小月姐 今天全场就是你 真是 全大少爷一出来 肯定就一不开眼了 哎 小少爷来了 小少爷来了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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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先走 好久 我不见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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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全少爷 是来找圈小月的 各位来宾 今天的酒会正式开始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一位 非常重要的嘉宾 极光集团总裁 莫云莫总 有请莫总上台致辞 要不要提你 小月姐 她是个哑巴 不会说话的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表姐 是将害的 我家的猴子 莫总 我听说您自小就不会说话 这次致辞 要不就我帮您吧 正好之前 在剧组的时候 学过一点哑语 各位好 我是莫云 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 这次回国 看到了我们旅游行业 如今发展得正好 我非常开心 希望在未来 能够找到一位 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让我们的旅游行业发展 更适合 谢谢大家 好 莫总 敬你一杯 敬你 很高兴认识 您 希望有机会 能跟你们极光合作 是啊是啊 来 喜欢这的话 我肯定帮你听 好啊 这不是牛奶 我知道你乳腾不难受 这是豆角 其实你并不想受过全室 对吗 权总 这里好像不太方便聊公事 行 那我们就聊四室 其实我会想知道 当初你为什么会离开我 我当初为什么会离开 你心里不清楚 云云 我到底清楚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不好意思 失陪 玉玥 老板 跟许总约的时间到了 莫珊珊 见了姐姐 连身招呼都不打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都说话了 我也没想到 当初全玉玺 让你滚出这个城市 如今你怎么还敢 在她眼皮底下活动 是又怎么样 当初你逼得我 和我妈走投无路 你现在还想逼死我吗 我逼死你 是谁当初把我当成物品一样卖掉 又是谁 把我换来给叔叔救命的钱拿去花天酒地了 你小时候没少手侮辱吧 怎么你把这些都忘了 那你现在想要干什么 你爸妈现在在哪里 你问他们干什么 我去探望一下我的叔叔婶婶不可以吗 不需要你假行行 我还有时候先走了 我 我 你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全日洗不清 不代表我不会追求 那不成 你还敢杀了我 怎么会呢 杀人会是放弃的 下周三我有时间 带我去见你妈妈 下周三我有通告 是吗 如果你以后还怎么有文告接的话 最后不用去求 目前只能查到 极光集团最早是一家旅游公司 法人是一个叫江淮的中国籍男人 从两年前开始不断扩资 到今天这个规模 在此之前一直没有莫云小姐的消息 直到江淮退居幕后 才由莫云小姐来担任总裁 老板 江淮今年38岁 未婚 继续找 好 老板 明天早上还有会 要不您先回去准备休息吧 在等我 主要是 莫云小姐不知道要应酬到几点 您 我说 我就想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待一会儿不行吗 莫总 慢点 莫总 莫总你慢点 慢点 莫总 莫总 你 怎么了 你干什么呀 走 莫总 莫总 走吧 走吧 莫总 别笑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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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不了酒还喝那么多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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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呢 以后少喝点出汁 那个你醒了 接着水 我先走了 我好想你 我本来想忘了你 可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想你 为什么你这么坏 我还是没有办法放下你 莫远 你老板人呢 他跟江总走了 跟江总走了 去哪了 他电话一直关机 他 到底去哪了 莫远 你醒了 江总 把我迷晕了 你要对我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这些年怎么对你的 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 江总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是我只把你当成好吗 好哥哥 我对你没有那种感情 沉总 沉总 江总在这儿 还有一处房产 江桓 我真的很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你 我不会那么快从痛苦中走出来 你解趋了美国 还创办了极光 但我心里爱的人 一直只有权欲 小云 我不喜欢这里 你们一起离开这里 我们回美国好不好 我不会跟你回美国的 我要留在这里 那极光呢 他可是你的心血 极光是我们一起创办的 我会让出所有的部分 为了那个男人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 这一次我不想再失去了 江桓以后你也会遇到一个爱你真心的人 但那个人不是我 莫远 莫远 你不要离开我 莫远 我求求你莫远 你不要离开我 莫远 莫远 莫远住手 曾怀 莫远 我会把股权让都输给你 极光不仅是我的心血 也是你的心血 好好珍惜它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莫远 你要杀了你 江总 赵总 周冬 我要杀了你 颜颜 你别难过 都是我的错 教会 自受 我在呢 教会 教会 我在呢 如果 现实是你的是我 好 你要救不住 你快点啊 怎么天天上班迟到啊 现在助理都敢催老板了呀 再过去 你就自己走吧 好了老婆 看吧 我们老板比你那个什么江总好多了吧 这都过去多久了 还说 还不让人说 你们还不过去开车 想被开除吗 都听你的 嗯